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普京访问了朝鲜 而且和金正恩可以说是结盟了 他6月19号抵达了平壤 成千上万的朝鲜人热烈欢迎 开始他对朝鲜的访问 然后美国之轮 美国和乌克兰开始心惊胆战了 当天普京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 并签署了一项显著提升两国关系的 全面战略伙伴条约 朝鲜的官方没有公布签约仪式 但是俄罗斯的媒体和国际主流媒体 都证实了签约的消息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金正恩称这项条约是和平和防御性的 普京也说条约不排除双方 在任何一方遭到侵略的时候 向另一方提供援助 这就是一个彻底的结盟条约 金正恩形容普京是朝鲜人民最亲爱的朋友 并表示此时此刻 当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俄罗斯友好使团 抵达平壤时 我与俄罗斯的同志站在一起 我们最诚实的朋友和同志 这个俄罗斯官网上也显示 确实普京和金正恩签署了这项重要的文件 普京表示朝鲜有权自卫 根据今天签署的文件 俄罗斯联邦不排除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进行军事技术的合作 条约还包括医疗保健 医学教育和科学领域的合作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也证实了这项条约的签署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 现场啊 看家伙铺巨大的这个红毯啊 周三凌晨抵达的平壤 三江军亲自凌晨去机场迎接 够有诚意的吧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 不想也是灯火通明啊 难得啊 咱将军对普京的迎接那是规格是前所未有的啊 有关的 这也有你的思考 我是聆佛福斯 韩佛不得咱们 这是我们的日本 hält Gesetzentwurf 我们的手持有限 我可以在身上 看看美国之轮的报道 这是充满着醋意啊 美国和乌克兰开始感到心惊肉跳啊 也有人诋毁 说你看看普京和金正恩他俩是绝配 为啥呢 那就好比中国的一句成语啊 叫弹尽良绝 普京弹尽了 然后呢金正恩良绝了 是吧 俩人一合作取长补短 都活了 俩人还谦让一下 你先进 大哥你先来 三弟呀 不要客气 最终还是大哥先来 好吧 我工作的 我工作室的 古今恐怕也很感慨啊 他想起来了前苏联帝国的荣光 是吧 三宅 三宅 二多五工 四合山 三宅 你别小看 在他国际形势中左右逢源的这种运筹帷幄下 朝鲜人民好像生活获得了不小的改善 这是介绍普京的领导班子 这都带来了 这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正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陪同下 检阅朝鲜三军以上队 那么对于普京本次访问 国中社对此形容 普京此次来访 政治朝俄 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坚定走上新的全面发展轨道 此访也将成为朝俄关系 运向未来的战略性发展 有了一千年两国人民 盘望国家建设的重要执行 听着好像是欢迎普京 不过朝鲜语其实是脱胎于汉语的 好多词汇 发音都很相像 还有一个好玩的 普京专门带来了俄罗斯国产的豪车 当然是在中国的帮助下生产的 然后他亲自开车 然后当3D的司机 你看见没有 普京的姿态也做足了 确实是需要三将军 不过等下 好多笑 不过等下 宝贝 没过在这边 这边的电光 但因为我所以呢 还能够进入 好多长 我答说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俩在这儿谈的才是一些重要的话 外界不得而知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双方在开会的时候 俄罗斯的代表团 比如说拉夫罗夫这些人 先进入了会场 结果被三将军的人给轰出去了 谁让你们进来的 三将军还没来呢 你们先出去 敌人 敌人 自己的 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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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这找替身都不好找啊 这是金语正她妹妹吧 谢谢观看 祝普京身体健康 祝俄罗斯繁荣昌上 祝我们兄弟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我猜的就是意思吧 就是意思吧 祝福京身体健康 祝福京身体健康 谢谢观看 福京讲话中暗示将帮助朝鲜发展远程导弹的军事等技术 以报复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 福京就是给三江军出定金玩儿啊 我们一起去看歌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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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有点困难看这意思 好吧 普京结束了访问以后 去了越南 搭乘了他的专机去了越南 就是普京在离开朝鲜的时候 告别的 哎呀 亲自 看 三弟亲自凌晨去接鸡 然后呢 大晚上去送鸡 哎呀 这这这 绝对 这礼遇到位了 到位了啊 如此盛大的场面 把美国和乌克兰可给弄得是心惊肉跳啊 这个部份 国内 南国现在 becoming much more aggressive aligned themselves much more aggressively with our enemies and uh I mean listen it's a time of maximal danger I mean there's just no doubt about it and the driver in all this is China I mean our number one geo strategic enemy is China we're not anywhere position where we need to be uh in order to counter them so you know I'm concerned about it 他確實是更多的幫助 北韓的戰略 和北韓的戰略 是一個叫做的 北韓的發展 多數人的敵人 是想要他們 要一起努力 去抑制 去抑制 和德國的財產 我們是在任何 北韓的關係 它們都會有壓力 到整個地方 在這區域 它們已經很大 現在 中共是做的 非常激烈的 行動 在北韓的西方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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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世界上 怎麼能少了中國呢 對吧 所以你看看 必須 挑撥一下啊 中國這不是又躺槍了嗎 北京呢 跟他們保持了距離 怎麼回事呢 說是 中國 外交部的發言人林健 在周二的記者抓隊會上 回答記者提出 中方對於普京訪問朝鮮 有何評論的問題 淡淡的表示 對俄朝之間的 雙邊交往安排 我對此不便評論 原則上講 中方歡迎俄羅斯 與相關國家鞏護和發展 傳統的友好關係 當另一名外國記者提出類似的問題 林健顯得有點不耐煩 可是簡單的說 此前我們回答過相關的問題 這是俄朝之間的雙邊的交往 說中國要對於朝鮮和俄羅斯深化軍事合作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因為怕破壞西方國家的這種務實合作 是吧 你看非得挑拔離間一下 反正是我估計啊 這烏克蘭的澤連斯基是最睡不著覺的那位 各位 您說呢 點個訂閱 我們下集再聊 呆 呆 呆